2019年11月13日 国民党2020不分区民代提命名单出炉 罗志强与尤淑慧 徐洪廷等多位青壮派市议员 不满时任党主席吴敦义自列安全名单第十名 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彻夜静坐夜检 隔天上午罗志强等人更当面向吴敦义呛声 诚心的希望主席能够排在第十五名 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不该去做一个阳春的立法委员 2020年1月11日选举结果出炉 国民党大败 隔天以罗志强为首的国民党青壮派号召发起 我加一联署行动 罗志强还自掏腰包捐出80万元新台币 宣布成立青年平台种子基金 推动兰应世代交替 另外还策划所谓三支人事件 包括下架吴敦义及不分区民代当选人吴思怀 你今天愿意为国民党来去做这一点个人的委屈 牺牲的话 我告诉你我父亲请罪 你叫我到无数外门口跪我都可以 1月26日罗志强在脸书发文 兑现脸书粉丝达到100万就参选台北市长的承诺 宣布参选2022年台北市长 3月25日国民党主席江锦晨在中常会公布第二拨人事 宣布由罗志强出任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 我非常敬佩江主席能够在这个低迷的时刻 坚持领导的重担 所以我也希望将来格石院各项大夫成立的那个时候 希望能够帮国民党来去渡过难关 中心改革 让格石院成为这个关键的力量 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4月7日罗志强召开记者会 宣示旨在革新财务的三支箭计划 也就是不知新 个人捐80万新台币给格石院 向社会募款1000万新台币用于怨务金费